嗨 大家好 我是凱咪 今天呢 開TV出外景了 我們來到了台北市的兒童心樂園 沒錯 你看後面就是非常夢幻的旋轉木馬 那為什麼今天來到這個戶外出外景呢 因為 你看現在的天氣非常的熱 據這個資料顯示 現在已經有畢竟快要35度的高溫了 而且今天太陽超大 超熱 那大家都知道 凱咪是一個爆汗爆油人 就是呢 待會大概過五分鐘之後 我應該就會變成奶昔了 所以為什麼要這樣折磨自己呢 因為我們今天要做一個非常殘酷的眼線實測 我們要告訴大家 什麼樣的眼線 在今年夏天 是絕對不運裝的喔 好的 今天不僅僅是高溫跟爆汗的挑戰 其實呢 我們還設定了幾個關卡 就是要在遊樂設施上面畫眼線 而且呢 不是那種很平穩的摩天紋 是深厚的這台咖啡杯 現在咖啡杯好像轉的都有點太快了 但那個小朋友基本上都在尖角 所以呢 我們能不能在咖啡杯上面畫出 很漂亮的內眼線呢 我們現在就要看凱咪的第一關的實測挑戰 好 我們現在今天要實測的品項是 KATE的凝色柔滑眼線膠筆 對 這個是之前呢 我做過一個開架眼片之後 又更新的 最新上市的開架眼線 那我收到的是黑色跟咖啡色 那現在流行就是比較內眼線的眼妝 所以我要先用這個咖啡色畫這邊的眼睛畫內眼線 這是一個半熟質地的眼線膠 就是它會先融化再凝固 也就是說它碰到眼皮的時候會有那種融化 然後呢 馬上凝固之後 就不會脫妝 不會暈染 不會掉色 不怕出油 而且呢 它的這個筆尖是1.5厘米 所以它非常的細 畫內眼線會非常的滑順 所以呢 咖啡杯轉動的時候呢 我就要來開始畫內眼線囉 現在工作人員都在討論說 天啊 那個人在幹嘛 小朋友 不好意思喔 大哥哥要畫內眼線 天啊 這是奇蹟 怎麼畫這樣 鎮定 什麼大風大浪沒見過 超好畫 喔 超順 我已經畫好了耶 看一下 今年流行的 自然若有事物的內眼線 已經完成了 這是 咖啡色的 好順喔 在這麼 你知道 飛揚的 杯子上面 也可以輕鬆的完成 這個 最自然的 內眼線 謝謝各位小朋友 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 很自然 好 完成 第一個挑戰 咖啡杯畫 內眼線 炎熱的夏天在戶外 進行這些遊戲的活動的時候 你會流汗對不對 然後記得一定要多補充水分 才不會中暑喔 這是 凱咪的經驗分享 真的 都是長輩告訴我的 以前都不相信 然後呢 就不喝水 回去隔天 我跟你講 就感冒 所以呢 在大太陽底下 要避免中暑 就是要灌水 好 這邊進行 防水實測 銀色柔滑 眼線膠鼻 哇 我說過了 如果你的眼線膠 碰到水就融化的話呢 你比較適合去北極住 對不對 所以你看 溫透動耶 好的 我們剛畫了咖啡色的內眼線 現在呢 我們要來做另外一個 遊樂設施的挑戰 這個是一個地震屋 對 地震屋就是在晃動的過程當中 也可以挑戰這個 眼線鼻的柔滑的程度 還有呢 它到底順不順手 好不好畫喔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去這個地震屋 而且呢 裡面根本就是三溫暖 我覺得它搞錯 它不是地震屋加桑拿魚 因為裡面溫度 外面已經35度囉 裡面大概快40度 順便可以做飆焊實測 走 哇 熱氣熱烘烘的 哇 天啊 大家看 我覺得我大概再過5分鐘 就會變成透明的了 地震的時候 要記得逃生 不是找眉筆 也不是找眼線筆 那我現在用凝色蘿滑眼線膠筆的黑色 來畫另外一邊的眼線 然後你看我這邊是剛畫咖啡色 它的特性就是 畫上去之後先融化再凝固 它一凝固就不掉色了 你看我已經飆悍了 好 我這邊畫黑色的囉 歡迎你們來到地震體驗屋 首先要體驗的是 一級震度 圍震 圍震來囉 一級體驗開始 一級體驗完畢 再來要體驗的是 一級震度 1.5mm 請大家做好準備喔 五級體驗開始 有 騎起來囉 離譬體驗開始 哈哈 哇真的好可怕喔 哈哈 嗯 大 你現在在江戶 Aww 哈哈 好的 現在KAMI一直在那個遊樂園遊走 然後就是時序爆汗中 你看我的T恤已經復品成 濕濕的很黏的感覺 對 夏天在戶外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眼妝眼線 沒有暈耶 真的 太厲害了 我們今天要坐草莓車喔 現在坐上了這個摩天輪了 然後我們在遊樂園大概大概超過一個小時 然後今天真的很熱 我們今天做的那個旋轉咖啡杯畫 就是咖啡內眼線 然後去玩那個吊起來轉那個 還有就是我們的地震屋爆汗桑拿屋 就是又挑戰了這個晃洞下面畫這個黑色眼線 對 然後你知道現在我還在流汗 持續流汗當中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KATE的凝色柔滑眼線膠柄 這邊是咖啡色這邊是黑色的 基本上現在兩個眼線呢 咖啡色這邊是完全沒有暈 完全沒有暈 因為看到了我是一個奶昔人 剛剛流汗爆汗 這邊是最早畫的 他現在 你看到內眼線都還在 然後呢這邊這個黑色的眼線 是在地震屋畫 然後畫的同時一直在爆汗 然後他只有一點點 你看這邊 一點點微微的暈下來 就是剛剛一邊畫嘛 一邊這樣 動來動去 然後一直一邊滴汗 他只有微微的 微微都非常微低 所以這種爆汗的情況之下 這個眼線膠效果真的很強 因為畫完之後他就馬上就收乾了 那我在手上給大家看一下 咖啡色 然後還有黑 鼻管就是1.5mm 1.5厘米的這個細度 所以他很適合畫那種 隱藏版的內眼線 然後呢 畫的非常的精細 在睫毛根部的地方 當然我覺得他畫的誇張一點也會很美 然後我現在 還在持續貿遊當中 跟著一看 這眼線 太厲害了 銀色的融化眼線 交給最新的 2018年的 適暗的眼線 然後 昏仁 抗摩擦 耐汗水 對抗奶昔仁 比中東油田 還慘烈的就是奶昔仁 因為你知道我畫的底妝 我今天底妝還好嗎 今天底妝還行 融化之後 我要跟你講更甜 因為我最近在測一個妝前 我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喜歡這影片 不要忘記分享給你的朋友 同時要幫我們點個讚 還要訂閱我們的開TV喔 精彩的美妝影片 下次再見囉 耶 實測成功 走旋轉木馬 也要畫眉毛喔 應該是第一個 在旋轉木馬上面畫眉毛的人 謝謝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